咱们头儿找你谈话了吧 谈过了 说是你借调到盐队那儿去 让我借管你的工作 辛苦了 本来还想轻松一下的 谁知道懒得更多了 这有什么爱神叹气的呀 这说明上面重视你 那你这么说 我就心里平衡了 对了 也不知道 你这次会被接待过去多久 不知道啊 只知道要出去 估计也得几个月吧 还得出去呢 对了 我走这段时间呢 你一定帮我盯紧了 钟正道家的案子啊 行 你放心 包括你 那件黄自立的案子 我一样都给你盯紧了 好 谁家 黄自立 不 怎么还我们家呢 别胡说八道好吗 我怎么就胡说八道了 你看你现在满脑子里 全是黄自立了 我装的不是黄自立 我装的是黄自立家的案子 案子跟人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你说的 是公事儿 我说的是私事儿 对 是我说的是公事儿 你说的是私事儿 你说说 他们家的事儿 对于你来说 到底是公事儿 还是私事儿 你自己分得清楚 多少分得清楚啊 你不信 钟正道家的案子 没得说吧 那是我周二八前接手的 黄自立的案子 不用说了吧 那是 那是我对这个人 有了误解之后 进行的一种补偿 还有间接性 对他们家人的一种帮助 我天着都绕口 听话你说了 那是我呢 我就直接干脆一点 我就是在我房子里 也在我他们家的案子 怎么了 你越来这么解释啊 就说明你越有问题 我有问题 我哪有问题啊 没问题 你 你就不承认你对他 有点感觉 我对他有什么感觉啊 你别这么看着我 真受不了你 我承认 我跟他现在关系不错 只不过是 我对这个人认可之后 我也跟他做朋友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特别人 好